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人民网韩国公司的时事中国语教学节目 我们来看一则经济方面的新闻 国内下单送国外 三月淘宝上卖出30万只口罩 口罩防护服 4月13日 居住在美国纽约尤加湖畔南部 伊萨卡小镇的留学生赵然 拆开从国内发来的快递后惊呆了 竟然是丈母娘在淘宝下的单 今年2月以来 像赵然丈母娘这样的消费者还有很多 天猫海外数据显示 仅3月份就有超过26万的国内消费者 上淘宝给海外的亲友下单 其中包括30万只口罩 800件防护服 6万副一次性手套 143件测瘟仪等商品 他们在美国买不到口罩 国内口罩现在不缺 家住南京的赵然丈母娘告诉记者 因为之前听小区业主群里讨论 上淘宝买口罩可以寄到国外去 就抱着吃吃看的态度 打开手机上淘宝研究起来了 最后 丈母娘下了一单200个口罩 两套防护服 飘洋过海15天 4月13号那天 手机淘宝的物流信息显示 对方已签收 除了口罩这类的防疫商品 居家消费品需求增长迅猛 今年3月份 适合家庭室内的运动器材等 同比增长230% 都是给海外亲友购买的 台球桌 乒乓球网架 桌上足球台 象棋 围棋等等 游客里里 口琴这类的乐器增长74% 就连赶面杖一个月也卖出了49个 大都寄去了澳大利亚 国外测纸荒持续 3月份 国内的消费者给海外购买卷纸增长550% 施测纸增长850% 3月30日 天猫海外联合清风 韦达新香印等国产纸巾品牌 紧急掉拨1亿卷手纸 供应海外市场 目前从淘宝下订单 从国内到送达海外 最快只需7天 海外消费者在当地登陆淘宝 还可以选择本地仓发货的商品 最快次日达 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 下次再见